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礼让行人 前不久南京有七条公交线路做出了承诺文明行车礼让搬马线 礼让率争取要达到100% 搬马线那是行人横船马路的时候需要走的一个路线 他之所以设计的那么醒目呢就是要提示司机 你要自觉的减速慢行先让行人安全通过 在交通法当中也明确提出啊 机动车经过搬马线要主动减速避浪 但是呢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啊就变成这样的情形 你看哈几乎啊都是行人在那儿浪机动车 机动车经过搬马线 它非但不减速反而是鸣笛催促行人 冲抢搬马线 甚至呢避停行人 这就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它也就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其实从2013年开始 南京公交呢就推出了里让搬马线的活动 还制定出了321的标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距离搬马线有30米的时候 司机啊要松开油门减速 到了20米的时候 车速应该降下来 脚放在这个刹车板上啊 以便随时刹车 到了10米以内 那就必须要停车让行 321 三年来南京公交车搬马线里让率呢 从过去的不到一半提升到了90% 现如今 他们更是进一步提出要百分百的里让 在很多机动车都懒得里让的情况下 南京公交车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当然了 如果只是公交车里让搬马线 其他车辆依然是我行我速 不及时减速 那也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你比如行人经过搬马线 看到公交车是停车了 正方行要过马路呢 突然从公交车旁边杀出一个成咬精 那真是够惊悚的 所以啊 对于不主动避让的机动车呢 就需要严格来管理它 你像前不久 青岛就对一位司机开出了不避让搬马线的罚单 我们就希望哈 这百分百里让搬马线的机动车越来越多 咱们行人过马路才能够零压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买药送礼品 到了岁末年初 很多商家呀都会这个出来搞出销啊 什么全场五折呀 什么老板跑了赔本甩卖呀等等 可是呢您听说过医院也搞年终卖药促销的吗 前不久北京啊 有一家医院就针对老年人推出了一个药品促销活动 只要你到门诊啊 一次性开满这个五百块钱的药 就可以领取六十枚鸡蛋和五公斤的面粉 这次有人就纳闷呢 哎呦为了拿这个鸡蛋和面粉一次开五百块钱的药 那药是用不了那不就百百浪费了吗 其实啊 医院和老人呢都心知肚明 这五百块钱的药费呀 自己掏不了多少 那老人就说了 他们这个医保报销比例呀比较高 有百分之八九十呢 你开五百块钱的药 自己呀顶多出四五十块钱就行了 而这些个鸡蛋和面粉加起来就不止四五十块钱 这便宜呀不占白不占 还有老人就说 他们每年的医保门诊报销限额是两万块钱 你如果当年用不完 他可能会清零啊 平时看门诊不多 一般呢他用不完呢 那剩下的钱不用 那也浪费了啊 不如买药给他用掉 况且呢 有这么多礼品送呢 多划算呢 说白了 这就是啊 另外一种套取医保的资金啊 另外有这个律师就说了 鉴于药品的特殊性 我们国家是明文规定啊 药品不得采用有奖销售和附证药品 或者是礼品的方式啊 来进行销售 而面对质疑呢 医院方面就回应说 他们是针对家庭困难老人做的补助 这是公益活动 拜托 你要真是想做公益啊 直接把鸡蛋那面粉送给老人家就行了 干嘛还逼着人家买满五百块钱的药呢 对此 有专家就说了 这种药品促销活动啊 医院和老人呢 都获利了 但被浪费的呢 是医保的公共资源 同时 它也会造成药品资源的浪费 而且你一次性购买大量的处方药 也这个潜藏着一定的医疗风险 所以呢 对于买药送礼品 咱监管部门就得给他下点猛药 把他彻底给清除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卖孩子买猫啊 咱们都说呀 虎毒不食子 但是呢 在浙江嘉山 有一对狠心的父母 居然就把自己的青生骨肉给卖了 这对父母 你看那女的姓丁 男的呢 姓贾 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 这男的呢 还有盗窃的前科呢 2013年 这丁某啊 怀上了孩子 快要生的时候呢 没钱住院 于是啊 这两人一合计 就决定 把那青生孩子 给卖了 他们通过网络 还真就找到了买家 最后呢 卖了个两万块钱 前不久啊 这个事情白露了 警方将两人呢 给抓获 然后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 他们在法庭上 一点后悔的意思都没有 他们就说了 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他们俩没收录啊 小孩生下来 没办法养啊 他们只能把孩子送给好人家去抚养 这对孩子啊 说是好事 可是呢 他们拿到两万块钱之后 在干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花了两千块钱 买了一只宠物猫 拿着卖孩子的钱来买猫 那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 难度说 喜欢养宠物的人都有爱心啊 可这两人的爱心 真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这还没完呢 还有更让人吃惊的 这两人呢 还并不是第一次卖孩子 之前他们还有过一次呢 不过呢 当时在丁某怀孕的时候 两人闹矛盾 打算分手 这个丁某就认为 那孩子是负担 于是呢 生下之后就找了一个买家 一万块钱 把那轻生孩子给卖了 目前丁某被以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而那甲某呢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对于此事啊 有人就说了 孩子和父母之间 有着血浓以水的亲情啊 你把孩子抚养成人 也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这两人呢 卖孩子来买猫 还拿着没钱当借口 可见 他们半点亲情观念都没有 那真的是妄为人父母啊 哎呦 这个尽管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法律的制裁 但这还不够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亲情教育 我们就希望啊 他们最终能够明白什么叫父母 前不久 广州的李小姐在银行办理业务 是足足的排队等了两个小时 这银行排队时间长 还不只是李小姐一个人的尴尬遭遇 说这个办事五分钟排队两小时 现在呀都已经成了银行的通病了 最近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呢 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其中就提到排队时间长 是银行服务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从取号排队等到办理业务 平均呢 这个等候时间都超过了30分钟 最长的呢 竟然要200多分钟 不少人就吐槽啊 说到银行办理业务 排队是长市 不排队那才叫怪设呢 那为啥银行老是要排长队呢 主要就是窗口开设呀 不合理 这贵员办理业务效率低啊 咱们去到银行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 明明有五个办事窗口 但人家呀是西窗如今啊 只开那么一两个任你排长龙啊 不仅如此呢 还时不时会有什么VIP客户来插队 他们是不需要排队的 只要刷卡 随来随办啊 那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人是冷着啊 有的人呢 就比较极端了 你像去年的七月 福州一男子 故意在银行柜台啊 一块钱一块钱的取钱 以此呢 来发现对银行服务的不满 当然了 咱们不提倡以牙还牙啊 但银行方面 确实应该重视起排队的问题 毕竟啊 维护绝大多数储户的利益 那才是银行发展的根本 现在不少行业 人家都在搞限时服务 你比如餐饮业 上菜之前 他会在桌子上啊 放一个即时的沙漏 如果超时了 这个菜 免单啊 还有啊 这个医疗机构 人家也推出了限时服务 2011年 卫生部就下发规定 要求医院合理安排门诊急诊的服务啊 要简化流程 特别呢 还指出啊 什么挂号啊 话架呀 收费呀 取药啊 等等服务的窗口 等候的时间 不能超过十分钟 咱们都知道 医院 人家呢 是经常人满为患的 有调查就显示啊 说实行限时服务之后 咱很多医院 排队 挂号这个窗口 这样的时间呢 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了 所以呢 只要有心 排队难的问题 那是能够解决的 其实银行 也不妨借鉴咱医院的做法 推行限时服务 提升办事效率 别再让咱们的储户啊 一颗星在等待 还永远在等待呀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是 一辆苦命的共享单车 在大城市到底能有多惨 前不久啊 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 这哥们 扑通扑通的往黄浦江 丢自行车 这还不是一般的车呀 都是共享单车 他这么做的理由呢 竟然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哎呀 我的哥呀 你这是一言不合就丢车呀 你是否考虑过那车的感受啊 说起来哈 近一段时间 共享单车 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啊 掏出手机扫一扫 就能在附近 找到便捷的逮捕工具 这本是一件多好的事啊 但是最近呢 却是状况频出 用户老是找不到车 地图上明明写单车就在这附近 可是到了目的地一看 啥也没有啊 原来啊 那不少的单车 乾坤大挪移 有的呢 被搬到了小区的楼道 地下停车库 甚至呢 被搬到居民家里去了 还有的呢 那位置有些尴尬呀 挂树上了 乘到河里了 躺在垃圾车里了 甚至呢 二手车的交易平台上去了 不仅如此啊 这共享单车 还被各种美容整形了 拆掉GPS定位所呀 再加一个后座椅呀 再重新喷过一个漆呀 还有的呢 那就更不人道了 直接从高处扔了下来 你像前不久 上海十几辆共享单车 一次呢 从高空抛下 基本就散架报废了 估计啊 单车心里在哀嚎吧 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大城市过得如此的艰难呢 本来是一件方便你我他的事 为啥屡屡就碰一鼻子灰呢 或许啊 是运行模式本身的漏洞 让人有空可钻啊 就滋生了那些个 拆索倒卖 或者是私用单车的行为 还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天生的 他守不老实啊 就像刚刚视频的哥们啊 不破坏公务啊 他难受啊 其实法律就摆着弄啊 你像故意把车丢进江里的 或者从高楼把车丢下来的 都属于故意毁坏财物 是犯罪 还有的 把单车偷走倒卖 他也构成了盗窃罪啊 前不久 北京昌平一男子啊 盗窃了五辆 共享单车 被判刑虚啊 说起来啊 这些个偷单车 砸单车的人 至少还受到了法律的约束 但是对于那些没砸没抢 只是偷偷把车搬回家 自个儿骑的呢 比较尴尬 比较麻烦 因为一旦被发现 他一句说 哎呦 对不起 我忘了还 好像就把责任给推得干干净净了 这么一小部分人 就缺那么一点与人方便的意识 缺那么一些道德 事实上 共享单车 只是要求大家遵守规则 尊重每一个人平等使用公共资源的机会 一旦有人因为自私自利 非要占一点小便宜 那么其他守规矩的呢 就有可能中招 忍受由此带来的不方便 如果在这样的消耗当中 大家对合作分享资源的模式 失去了信心 最后受伤的呀 恐怕就不只是那些单车了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某高效益哥们向心爱的女生表白 在大陆两旁的树上啊 挂满了白纸条 配上这雾蒙蒙的天气 让人感觉怪怪的 对如此表白的方式 有人就调喊说 哥们您这是亲情演绎了 什么叫祝孤生啊 小哥跟妈妈说 想要一个小黄仁蛋糕 然后妈妈就给送来了 一个海绵宝宝 有人看完之后笑着说 没毛病 这确实是一个黄色的小人 男朋友为女友点了一个外卖 姑娘拆开饭盒一阵高兴 因为里边呢 居然是一个苹果手机的包装盒 这是让人意想不倒的惊喜啊 但是打开包装盒 又一波惊喜来了 因为这个苹果手机包装盒里 装的还是外卖 感觉这哥们真是一个包補王啊 人生大喜大怒的刺激 全在这一盒犯案里了 好 欢迎回来 说这个前不久啊 一张图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啊 我们来看看 这是长州儿童医院的书页室啊 一位护士呢 拿着砸刀再切硬纸板 他身边呢 有个箱子 里边装着切好了的长方形的纸板 有人就琢磨 这医院护士也开始收废品了 其实啊 这硬纸板呢 是给孩子挂点滴的时候 固定手掌用的 孩子挂点滴 就怕什么呢 手乱动 稍不留意啊 针头一移啊 那扎针的地方就会肿胀 于是呢 又要重新扎吧 孩子又哭闹吧 家长就心疼吧 如果用了这么一招 用这个书页纸板呢 就很方便 把孩子的手给固定了 就顺利的给他挂完点滴 这护士就说了 自打1996年建院开始 他们呢 就自己动手 制作这个书页纸板 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 考虑到卫生问题啊 一般都是用这个装生理盐水的纸箱来做的 现在呢 秋冬季节 一天就要用掉300多个纸板 都是这些个纸板护士啊 利用空闲时间 一个一个给他用剪刀剪出来的 因为纸板很厚很硬 特别费力啊 一天下来啊 咱护士啊 光干这个都常常要手上起泡 从今年6月开始 护士呢 就在网上买了闸刀 用它来这个 闸这个纸板 就比较省力了 其实 在医院超市啊 就有书业这个板卖啊 一个三块钱也不贵 但是护士们就说了 来看病的家长啊 有的是经济比较困难 于是他们就想着帮他们减轻一点负担 有人就说了 虽然这只是三块钱的东西 但20年如一日的自制纸板免费提供给患者来使用 这一份坚持和执着就值得大大的点赞 这叫小小说夜版 浓浓 医者心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乞丐大变身啊 天气呢 越来越冷了 有不少地方的救助站啊 就开启了不间断这个巡查模式 来救助街上一些个流浪乞讨者 不过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追踪式的这个送温暖呢 也让一些职业乞丐陷了原形 你看前不久 山东泰安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啊 在一个集市上啊 看到有一个腿部啊 有残疾的男子站在乞讨呢 啊 你看看这图片啊 当时啊 天气还蛮冷的啊 这男子的上身 只穿了一件短T恤啊 他的裤子呢 也很单薄 哎呦 趴在一个破旧的滑板上 站在乞讨 行动不方便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呢 好心就想把他呀 送到救助站去避寒 可是结果呢 被这男子拒绝了 工作人员不放弃呀 就一直跟着他 不停的劝他呀 最后呢 这男子啊 实在受不了这份好心 就说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呀 我跟你们走 行了吧 然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竟然就站了起来 站起来之后 他干净利落的 把他滑板一收 就跟着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走了起来 咱不得不说啊 这真是一位演技爆表的 实力派演员 到了救助站 他从自己的包里啊 给我拿出了一套 干干净净的西服 然后来了一个乞丐大便生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 这和之前那个可怜兮兮的乞讨者 那简直是判若两人啊 随后工作人员就给他买了回家的火车票 并呢监督着他上了车 其实像这样的职业乞丐 还有不少花样呢 也是不断在那翻新的啊 有装怀孕的 有装贫困学生的 有装孝子的等等啊 他们大演苦肉计苦情戏 让人是叹为观止 你比如图片上 这一位啊 他跪在地上乞讨 面前呢 躺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人 他说呀 那是他患病的老母亲 他民警来了之后 掀开白布一看 躺着的呢 竟然是个男的 被戳穿之后 他们就觉得丢人呢 用衣服蒙着头就溜了 对于这些个职业乞丐 有人就说了 他们这个欺骗行为啊 是消费和伤害到了人们的爱心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又因为这个被冷漠对待 我们就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严厉打击这种欺骗行为 不要让人们的爱心感到寒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课间十分钟 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呀 那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但是呢 说广州某小学的同学呀 下了课也不轻松 下了课呢 也必须坐在原位置上 不能随意走动 你想要上厕所呢 还得向班干部申请 等到班干部报给班主任审批 同意之后 才能够分批上厕所 为此啊 说这班级有的小朋友啊 已经出现了尿疾尿瓶等症状了 这事呢 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家长随后就了解到 能够让这老师制定出如此奇葩的班规 竟然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班刚刚失去了一面流动小红旗 这还真是不得了啊 哎呀 憋死是小 失奇是大呀 这不仅是教师人格的扭曲 那更是教育观念的畸形啊 实际上啊 这样的老师还不是一两个呢 啊 你看这种变相的处罚 这种体罚几乎到处都有啊 往往颠覆着我们对教师的认知 我们就不禁想问 如此一来 师德何在 师德何利 那些书本里描述的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耕草去的高大形象 为何到了这 人设就崩了呢 俗话说得好啊 连发偶生必有其耕啊 一方面 硬是教育制度下 老师们面临着巨大的班级分数排名的压力 而且呢 往往直接和他的工资奖金啊 职务晋升啊 这个挂钩 这就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 而这种焦虑呢 往往又转嫁到了学生的身上 说对学生做出一些非理性的惩罚呀 这个等等 但是呢 这样的惩罚对于学生来说 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 产生严重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影响 加拿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去了解体罚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结果呢 被体罚的学生啊 有21%都患上了焦虑症 有70%患上了抑郁症 另外一方面 当前的中小学 他过分这个这个重视这个智力培养 而忽视了失德的培育和情感教育 这是一种严重的本末倒置 教育教育 无非就是教书育人 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像是一车两轮 一鸟两翼 无论偏台哪一方 都会打破平衡 偏离行向 要我说呢 类似的奇葩班归啊 这样的这个这个教育啊 已经偏离行向太多了 这就更需要学校加强对失德的培养 从失本教育 向深本教育来转变 对此呢 我们不仅要呼吁教育部门改变 欲分不欲人的教育理念 更期待立法的完善和监管部门的问责 让这样的奇葩班归失去生存的土浪 人们常说学习要善于观察 在北京呢 就有一位小姑娘 她这个观察能力啊 就特强 让不少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这小姑娘呢 名字叫张秋实啊 读小学五年级呢 前不久啊 在一堂语文课上 老师带领大家学这个水滴石穿的故事 这细心的小张同学啊 就发现课文的配图不太对啊 怎么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小张同学就认为右边这位宋朝的县令 他的衣服颜色和帽子呢 有问题 按照宋朝的服饰制度 县令的官服啊 应该是青色的 而不是图片上这个紫色的 另外呢 图中这帽子的这个帽次啊 下垂 这是明朝官帽的特征 不是宋代的 小张同学呢 就像老师反映了这个情况 哎呦 老师就觉得有道理啊 就建议他 你写信告诉出版社 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说了 目前他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呢 记录在案 他们将会尽快召开研讨会 来商讨这么一件事 这还真是厉害了 我的小朋友啊 那么这个小张同学 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对此文物专家就说了 在宋朝啊 三品以上的官员 才可以穿紫色呢 这书中的官员只是个县令 那应该算是八品 应该穿青色 而不是紫色啊 至于这个帽次的下垂问题 这个宋代一般都是平直的帽次啊 但是这个帽次下垂 是不是明代官帽的特征呢 有待进一步考证 而在小张同学的启发下 有人就专门研究了其他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所有的插图 发现其中啊 还有不少的错误 你比如啊 在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里 有一幅这个七步诗的背景图 其中呢 贵文帝曹丕啊 还是垂直物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 但实际上啊 是只等到唐明宗的时候 才开始有靠背的椅子呢 还有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啊 在课文西门报的插图里啊 一名年轻的女子手里呢 捧着托盘盘中放着一串葡萄 要知道啊 这个西门报置业的故事 发生在战国初年 而葡萄呢 是三百年以后 张谦出使西域那伙 才传到内地的呢 这一回啊 小张同学的质疑 算是打开了能不能的老洞啊 以后出版社想要出版语文课本啊 恐怕得仔细仔细再仔细咯 有专家就说了 教书育人呢 不能够让孩子死读书 读死书 而是要培养他们敢于质疑 敢于创新的精神 就像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的 为学患无疑 疑者有静 小疑者小静 大疑者大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稀奇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春运黑话 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来临 随着人财物的大流动 各类案件呢 就进入到了高发期啊 最近铁路警方就解密了这个案件当中一些不法人员作案的实啊 常用的黑话 并且呢 公布给大家 如果您在春运旅途当中听到这些个黑话 那可得留个心眼 你比如啊 杀死猪 那就是下半夜行动的意思 还有斗蟑螂 通常啊 就是指以代客买票为名 骗旅客钱财之后立刻消失 还有丢炸药包 那就是指呢 这个实物评分的作案方法 翻天窗啊 就是要盗窃旅客上一口袋里的财物 此外呢 还有一句叫挤车门 就是假装旅客一样挤在列车的部位 门口 然后呢 撒有介事的询问别人什么车次啊 去向啊 但就是不上车 这个时候 他或许正在给你身后的爬窃同伙打掩护的 还有一句叫什么 叫摘挂啊 就是这个旅客呀 将衣服挂在车厢内的衣帽勾上 小偷呢 也把自己的衣服呢 就盖在你的衣服的上面 然后找机会啊 假借机会去拿衣服里的香烟 把你这个里边那个衣服的财物呢 给投走 还有一句叫掏心 就是小偷啊 把空包塞在别人的旅行包之间 夜里趁人不注意呢 将别人小包放进他自己的空包里 对于这是个春运黑话的破解 大家是纷纷叫好啊 不过有人就建议啊 营造出行安全 光是旅客听得懂黑话 那是远远不够 还得有关方面 加大打击力度 提升防范能力 要多管齐下 才能做到天下无贼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但明天从无界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